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透明人数高达200多位 透过老房子文化运动特展 为课程的主轴学习 也展现学习成果 小志工们担任您的老房子文化运动特展导览员 详细解说台北老房历史与改造 展现亲切与专业 这是他们参加台北探索馆的 属其小志工严细音的成果 我很荣幸能够在报名这个音乐的情况之下 幸运地收藏这次收藏的音乐 在此次的课程中 闻瓜的关注要害人说你知识点的时候 让我了解到当志工他们在念语言询的时候 并不会像我们一般人一样 要紧张或者是害怕 而是以很匆忙的态度来做的专门 在志工老师的文章下 会更了解到台湾一些很助理的老同志 例如说我们实际参观过的文房 文房是一个文化瑞子空间 也是1930代的日式建筑 属于新晶日式土社群 也是很稀有的和阳哲都市建筑 那什么是和阳哲都市建筑呢 就是日式呢 西洋中的和群的 然后就是称之为和阳哲都市建筑 那在这段时间我老同学故事的时候 我想要突破出所有自己的文化 网络上看到这个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刚好还有 就是还有盛名的 所以就决定就是 然后刚好我有这个兴趣 就是认识这些老同志 之前从来就是没有参加过这个音乐 就是觉得老师上完课以后 就觉得自己原本是零 然后就是听完了老师的了解 就是提升了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了解度这样 了解到老同志的历史啊 他的前身是什么啊 然后因为什么原因啊 然后让他需要再生 然后再生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样 就是因为妈妈跟我讲说 那个有这个志工营 然后我就觉得想试试看觉得很好玩 而且那个之前那个也有一位哥哥 他有去当志工 我有看他那个在当志工的情景 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玩 所以就去试试看 这两天我知道志工他们服务的更多的精细的项目 还有更详细的历史文物的重要的价值性 然后因为呢这人就觉得说志工是一个帮别人去做事情的人 但是现在发现志工是一个有感情 然后呢会去跟你讲要怎样做 然后呢一个很棒的工作 所以我其实是蛮想要去当上看的 我觉得台北市整个教育的资源其实蛮丰富的啦 然后包含说探索馆我觉得那活动 包含说这边的展区 然后让小朋友 像其实台北很多是中南部 像我是南部上来 然后老婆是中部人 但是唯科其他就是台北人啊 那他更应该要一起来认识台北 然后是重新认识台北 那台北其实在变化 那不然说老房子变成新的一个样貌 那我觉得这一个是不同世代都应该好好的去 突兀着机会一起成长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成长的年代 不管是资讯或教育来讲 其实都是比较单一的 那我觉得他们很幸福 那某一方面大人也是跟着一起幸福 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认识在地的土地 跟在地的周遭环境 那他们从小这样看 我觉得他们对于未来的环境 跟文化的一些资产 会有更深刻的感觉 更愿意站出来去维护它 那它更提升 参与言行营的同学 透过多元方式 培训支援服务精神 同时也获取北市老房子 修复过程与经营理念 挖掘在地建筑特色 我们透过导览 还有手座 还有AR的科技 还有我们的工作坊 这整个不是只有在室内 就单纯的静态的上课 那透过这四种模式的交错 和配合 来养成小资工的兴趣 所以小朋友在这两天 收获都蛮多 那他们有自己 最后可以做出一个手座的房卡 来表示他们这一次 对这个老房子运动 老房子的展览 自己所得的心得 让这些小小朋友 对于解说导览有兴趣的小朋友们 将来可以当成一个志工 从小志工开始 那长大之后 学校毕业之后 可以延续这个志工的生涯 那到将来出社会之后 那可以把这一系列 养成的收到的知识 提供给社会大众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 最主要是希望 这些培养这些小志工的志趣 那不只在我们探索馆 同时在各方各界 都可以运用他们所学的知识 去传播这些 让人家觉得愉快 觉得赏金圆满又有知识 这个体系 这样整个培育下来 我们希望小志工训练营 这个每年的活动 都能持续的举办 我记得我小时候 就是吃喝完了 跟着这样过去了 然后到最后两个礼拜 才来写属下作业 然后全家籍总动员来写 那我觉得透过跟 这个相关单位举办的业绩活动 可以学到很多 可能跟台北市相关的 因为大家这次在演习里面认识的是老房子的这些 跟市府相关的这些内容 所以透过老师们的带领 那是过演习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希望各位小朋友 再回到家里 回到学校的过程当中 可以跟同学 有跟老师能够做一些分享 那这都是对自己在未来 很好的一些养分 两天的演习课中 插画家张家露 也指导小朋友们设计老屋立体卡片 创作独一无二的特色老房 每间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这个老房子我会想做 是因为我很喜欢薄熙 然后呢它是由红砖的砖头 和木门和竹子都做成的 旁边也都是竹子 除了这个是木头 而我会在旁边做这些草啊 或树的话 是因为我想要让它变得更多样 所以呢我就在想像说 这里面有松鼠们在玩耍捉迷藏 然后呢 那个也有鸟在上面高声歌唱 然后呢那个唱歌 然后我也希望我有时间的话 在后面做一片竹林 让它变更加的丰富 探索官每年举办小职工研西营 鼓励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行列 专业优秀的表现 让参观团体有口结杯 记者问郁台北报道 松山文创园区 目前正展出新类艺术家 杨亚文创作各展 透过画作和陶制的作品 来呈现自己的心境 欢迎民众一起来观赏交流 当时也是因为想说 我想尝试一下浮雕 因为我有画 那也有雕塑的地方 画面现场是松山文创园区的 艺丝空间展出的杨亚文创作各展 喜爱艺术创作的亚文 特别以画作与陶制的作品为主轴 与参观者互动 展览主题定为游离 借此呈现自己的心境 这个展览名称叫做游离 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从A到B的过程 但是它不属于A 也不属于B这样 理解 去理解自己 那它就是一个 可以开始疗愈的过程 那我希望 其实这些作品 如果可以让 有同样经历的人 可以感受到一些温暖 那我觉得那就足够了 那这个是画作的部分 那鱼活的部分是因为 就是我曾经去催眠 那它就是有一个前世 我是一只鱼 那它是一个待宰的鱼 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看一些小动物 我们都会觉得 哦它好幸福哦这样 那其实 但我觉得在它们生存的过程中 它们其实都是有一些 它们自己需要 面对的一些困难 那所以这个鱼的系列 它其实就是有点 像这样的概念 就是其实每一个小生命 它都有自己的奋斗 要去努力这样 那其实它们也都是值得纪念的 虽然在外人看起来 可能都看不出来 或是微不足道 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其实也是跟一些比较 比较远的人 它们其实也是有一样的 就是这个需要奋斗的过程这样 那这个系列是 所以这个系列就叫做前世这样 那因为前世 带到下一个它人的系列 它是叫做就是今生这样 所以它就是今生我在就是遇到的一些人 那比较特别的是带电锅的那个女生 它其实是我的一个自塑像 那电锅是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很大众的icon嘛 那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这个社会传统的一些概念的一个束缚这样 展出的陶制作品中 不少作品有可动的部分 让参观过程增添许多互动感与会心一笑 而其中人子系列的特色 也带出许多不同的想象与思考 马格丽特它有一幅作品 就是一个穿西装的男子 脸前有一个青苹果 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表情的部分 是我们传达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口 那它被遮住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传达 那我就觉得在创作大同电锅的那个时候 就是更理解到这个作品的背后的感受吧 那所以就以它的作品 然后创造了一系列的变形 松山文创园区的一丝空间 每年透过公开征件的方式 让新锐艺术家在此展现自己的创意 松烟以实际行动支持培育新锐艺术人才 让更多原创作品有被看见与行销的机会 空间的话是由委员这边来做评选 那我们的方式是利用公开征件的一个形式 邀请大家所有的创作者们来投建 那收到了投建的作品跟提案 我们邀请委员们来做评选 然后评选出比较值得推广的 或者是创意性很高的 或者是跨界领域非常的抢眼的作品的一个呈现 那我们的条件就是希望他们是首次在台北市里面 做个展的一个呈现 因为其实一开始 我其实没有很积极的在找艺朗 那刚好就是朋友就是丢这个连结说 松烟有在争选那就投建 那很幸运被就是被松烟看中然后选上了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可以就是有一个个展这样 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可以看到 因为其实松烟的观众也蛮多元的 跟那种专业的艺朗比起来 就是其实观众的群 就是群众还是蛮不一样的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是不同层 不同层面的回馈吧 对对对 有些人是会真的开始跟我谈心 那也有些人就是作品很美 我觉得都是好的 就是不一定是要大家的肯定或什么 但是我觉得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 文创园区作为一个展演的一个舞台 那就是提供他们场地去做展示自己 比如说我们去年因为也是有公开征建的一个艺术家 新锐的艺术家他在这边做展示之后 他后来又得到了三个画廊的一个青睐 然后就到了其他的场域去做展示 艺术家他们在这里做了第一次的一个个展之后 他相对的有其他的更多的曝光或者是展出的机会 那也有艺术家就是会回过头来说 那他可以在其他地方再做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把松烟的一个credit放上去 成为在松烟是他的一个第一个起点 这样的一个一个概念来做出发 松山文创园区也欢迎喜爱艺文的朋友 踊跃来到艺丝空间看展 与艺术家们现场分享与交流 激荡出更多的创意与发想 让身心灵都沉浸在艺文的氛围中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 中家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台北市卫生局结合六家早疗合约医院 办理早期疗愈亲子工作坊活动 提升家长对语言发展迟缓儿童的照护技巧和认知 协助建立正确的健康行为 乐乐在两岁半左右被诊断为语言与认知发展迟缓 家长报名早期疗愈亲子工作坊 将课程中习得的技巧带回家中与乐乐练习操作 帮助孩子情绪稳定 并多了互动 让爸妈生活燃起希望 那乐乐今年即将满四岁 他是在去年接触到马街亲子工作坊 那他是在两岁的时候 跟其他假装状况其实差不多 就是他开口很少 他就只会讲嗯嗯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那时候 因为原本都是由我公婆在带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就带到医院去评估 那评估出来的结果就是 他有发展迟缓 那包括语言身体动作跟认知上 都不及一般的小孩 那时候其实我们也非常着急 那刚好有看到就是 马街的这个工作坊的海报 然后那时候很着急 然后看到又是免费的 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参加 然后之后我们其实 对我来说这短短几堂课 我觉得孩子他在上课与同侪相处 跟我相处下来都比较顺利 那孩子的个性也比较稳定 主要是我自己在照顾孩子的 在照顾孩子上面真的是减轻许多负担 也学到很多该如何跟孩子应对 还有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我该怎么去安抚他 对特别针对一岁半到三岁的孩子 那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里面 可以参加活动 那我们每一次的一个活动是六周 而且是全程免费 那希望说透有早期疗愈 亲自共学的这些的元素 结合了语言、心理、物理跟职能 相关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 然后提供家长账户技巧跟认知的一些的 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建立的部分 那希望说也透过台北市也为了落实 这样的早期发现早期疗愈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除了工作坊之外 我们也透过56家的早疗的医院 医疗院所来提供我们发展 持患儿童的一个评估鉴定 还有疗愈的咨询的一个指导服务 那其实我们从109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鉴定了8255人 那确诊的是6062人 那透过这些的一个确诊之后 那我们也提供相关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希望说 如果今天有这样子需求的孩子 或是家庭的话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专线 我们下面有一个我们的电话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有六家 早疗合作医院的一个报名的一个专线 然后可以来提供我们家长进行报名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资讯 也可以透过我们早疗中和服务网站 来做查询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建构发展 持患儿童家庭支持性学习环境 及提升找户技巧 委托六家早疗合约医院 办理亲子工作坊 截至109年到111年7月 共办理58批次 364位家庭参与 那亲子工坊的现况 那马街医院已经承接 从102年入去承接到 今年今晚有到第七个年头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在这个整个办理的 承办的这个心得上 跟承办的这些课程之中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干苦谈 那其实在家长的回馈方面 其实这样的顾问 很棒的回馈 很高的满意度 那包括可能是希望 再继续能够参与 或者能够有更多 在参加的机会 那亲子工坊其实有几个 最主要的特色 第一个是它具有 多样性的课程跟实质 那除了在我们常看 常在导疗 这个疗医课程里面 看到的心理师 好医院治疗师 还有包括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知能治疗师 那还有一些课程 是包括社工的介入 好然后 刚刚介绍一些 可能在能够应用的一些 家庭能够应用的一些 社会资源上 所以它在整个课程的多样性 可能包括想法的语言发展 然后会本动读 还有一些情绪行为 还有一些大小动作的发展 好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 家长非常非常多 不一样的资讯 好 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有超低的师生比 虽然在这个这个执行的课程之中 表定上次我们只会有一位老师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课程之中 都会有一到两位的治疗师的参与 还有包括我们的助教 好那我们的各个各个 参与的人员 其实在整个师生比上面 可以能够到2比1 甚至一点多比1 那对于家长来讲 可以提供很多客制化的服务 例如他在医院看诊 他可能很多时间没有办法询问 遗失 好他孩子的状况 或者他需要一些个别的咨询 好包括像情绪 孩子的行为 那这些部分是我们可以协助的 好那这样都会非常困扰 那其实在这个超低师生比的这个 工作坊里面 其实这样会有非常多 非常充裕的时间 能够去询问治疗师 或询问参与课程的老师 好怎么样去协助他的这些孩子 好然后第三点就是 以家长的中心的服务课程 因为它是一个小团 好它是一个短时间 一个密集性的一个治疗的团体 那其实很多的资源的介入 好包括我们各个专业的介入 那对于家长来讲 就是很围绕他的孩子 还有围绕他的家庭 提供他们最需要的服务 这也是会跟一般我们在一些 疗愈的课程上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然后第四点就是 其实在我们每一次的课程结束后 我们都会有 可以上场提一些评估的量表 那其实都会很明显看到 他们可以提高一些 对于孩子的一些教养 好或者一些疗愈的技能 好并且检定他们自己在生活上面对孩子 照顾的不管是他的情绪也好 好不管是他的负担也好 或者是他面对如果去面对家人 好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检定他们一些在 照顾手上面的负担 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就是我们在执行 执行执行上的一些课程的活动 我们在一些知能啊 好有一些在一些认知部分的上课的教学 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些亲自讲座 好就针对一些利用一些演讲的部分 好或者家长提问的部分 让家长能够针对他们自己的问题 能够在这个一对一的这个问答之中 可以得到一些解决 好那后面是一些家长的回馈 那家长其实回馈给我们的部分 其实除了很好之外 有些家长也希望能够 让他的孩子每年都参与 好希望我们能够扩大凝联 或者希望我们能够 在后续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 那这一块我们都会转介 回到整个医院的体系来 提供一些后续的服务 好那也这样也就有回馈说 其实经由光博大老师的教学 好可以知道说 怎样跟孩子一起互动 怎样跟孩子一起玩 那其实这对于家长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我们后面的介绍是 优卫生局的补助的时间 其实很谢谢北市的支持 他的时间是够长的 所以我们在事办第一年后的第二年 我们发现有一群很特别的孩子 他很需要被分别出来去协助 那大家最近有一部很红的韩剧 大家都在看 就是非常律师语英语 那前面也有一部很好看的韩剧 叫Good Doctor 每剧都去翻拍的演出很好看的一剧 里面都是提到了一群迷人的孩子 叫自闭症 那自闭症在近二十年来 他大概盛行率从万分之五 跑到了最新的数据是四十四分之一到三十八分之一 意思就是说成长二十倍到四十倍 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 那个韩剧眼的这些人会在我们身边 我们很容易侦测得到他们 那这些孩子呢在美国或欧洲呢 他们其实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非常推动三岁以前的早期的发现跟介入 那在台湾这个部分也慢慢 也透过这个方案我们就开始追这个进度 所以呢 我们在跟张老师讨论的过程里 我们把这一群特殊的十百的孩子 可是他同时和病类自闭症的孩子 我们分别阻力出来 成立另外一个早要的季子介入的基金 那我们从二十七年到去年 这段期间我们总共服务了三十个家庭 六年五年里面 然后总共七百七十个人吃 出息率有高达九十百以上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在周末假日 我们是在平日 然后家长要全程陪同 在里面一起学习 所以其实对于北市双新的家庭来讲 家长可以有这样的投入 其实对他们后续能够把孩子 投入更愿意自己带孩子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服务量跟出息率都很高 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次我们也做了一些的统计 在这几年来五年以内的家长满意度 无论对课程内容讲师 还有一些活动的安排等等 我们统计 我们自己其实是统计出来蛮高兴的 就是满意度我们讲高满意度有到九十九点六 就是的家长大概全部都是天满意到非常满意的程度 在这五年里面所有参与的家长 那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研究数据 想去看看跟国外的一个趋势比较 那那个结果也很好 结果我们也发现不是值的感觉 就是说家长所有进步 在量的分析大概也全部到研究的显著值 就是包括家长觉得自己实际的效能 掌控孩子的能力 还包括精致压力感的社会固定感的间谍 我们在比较新的资料里面 我们还可以看见 这些自闭症所为孩子的一些相关严重的症状 其实透过短短的六堂课 家长在家里的执行 其实也都可以有一些有效的改善 卫生局期盼透过工作方 以小班经营方式 让跨专业团队能够共同透视家庭互动需求 与沟通障碍 进而提供个别化计划 提及福岛 快速解决家长及幼儿困扰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为了支持弱势家庭的孩子 发展兴趣勇敢追梦 而福联盟从2004年开始 启动小舵手助学计划 也特别邀请爱心大使维里安 和两位小舵手一起拍影片 号召大众响应 给孩子翻转未来的机会 喜欢音乐的嘎嘎与洛洛 演奏维里安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 在儿福联盟小舵手助学计划的资助下 小舵手嘎嘎与洛洛 开心学习吉他与长笛 往音乐的梦想前进 所以今天我们会问一下嘎嘎跟洛洛 你们选择乐器的过程 还有接触长笛 接触吉他 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音源忌讳 我一开始就是喜欢唱歌 然后看人家彩吉他 边唱自然自唱 然后觉得很帅 然后就去学了吉他 后来妈妈一开始很反对 然后到后面就是叫我唱他想要听的歌 然后妈妈就很支持我 那郭默你也是怎么接触到长笛的啊 我是国小的社团 喔 国小就学了喔 就是老师就是应该看长笛社就是缺了 然后就推荐我去 然后我有回去问爸爸 爸爸也说说好啊 你就直接去学 就是女生哪有一个一技之长 然后就去学 然后就学到国小毕业 就然后想说国中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学了 然后就有社工找到我就说 他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继续学 然后想说嗯 那我就把我抽空时间都拿来学这个 我觉得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他会去聆听我吹的每一首 他都会在车上说我今天听了好感动喔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考第一集之类的 我就说你好夸张 我会用我的音乐 给他的心注射一种音乐性质的药物 让妈妈可以很开心很快乐 儿福联盟从2004年开始启动小舵手助学计划 18年来持续赞助338位孩子 学习课后才艺 陪伴孩子追求梦想 特别邀请爱心大使维里安 与两位小舵手 一起拍点亮小舵手梦想音符影片 号召大众透过捐款来响应小舵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一个翻转未来的机会 我愿意帮助小舵手们 不因家庭困境中断学习 陪伴小舵手们寻找追求未来梦想的机会 好的谢谢文以安 我想就是儿蒙30年来一直都在协助弱势家庭 但我们在协助的过程中也发觉说孩子除了吃饱穿暖以外 其实他在人身上也会有想要追寻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他如果喜欢体育 喜欢音乐 喜欢艺术 我们是不是能再多一个资源去协助他们 所以我们就是在19年前开办了小舵手的助学计划 希望就是说如果孩子他真的会有兴趣去学习的时候 我们陪着他一起去寻找师资寻找支援 然后呢一步一步陪着他们学习他们的才艺 然后透过这些才艺的学习他们可能会增进他们的一些自信心 然后拓展他们的眼界 对他们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好的非常简单 有如我们这个牌子上面所写的有三种方式三种行动 第一个行动呢成为助学人 我们就是每月定期捐款 资助弱势孩子学习费用 然后第二个行动呢可以揪团做爱心 哇大家最喜欢揪团买东西 每个人一百元团购最暖心的下午茶 所以 行动三分享故事 让更多人看到小舵手们的故事 我们可以搜寻我们的小舵手 是 是的 谢谢维迪安 就是艺术类的 有人是画画 有人是纸粘土 这样 那像 音乐类就是会有很多种的 看他们喜欢的乐器这样 那体育方面就看孩子喜欢游泳啊 跆拳道啊 这些的都是 就是跟孩子一起去讨论 然后看他喜欢什么 然后拟定个人的目标 然后我们再开始寻找相关的师资 我们多半因为是弱势家庭 所以的确是在学费上 我们都是全而资助的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碰到的困难在于 比如说有没有相对的实质 所以我们还要陪着孩子去找 这样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交通的问题 所以当孩子 如果年纪比较小 然后他的那个 裁业班不见得是交通可及的 就要家长在支持 负责接送 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些裁判老师是很投入的 他是主动自愿来接送孩子 因为家长有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是 不是说只是付学费的问题 是怎么样能再怎样的安排 让孩子可以顺利的持续的去学习他的才艺 而小豆手跟其他的方案比起来 当然他的募款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一般社会大众都是比较关注说 孩子应该是要有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这是我们持续努力的 因为我们等于已经做了19年 我们希望孩子 这个学习才艺的东西是不要中断的 我们也除了照顾儿盟服务的家庭 我们今年开始也企图 除了儿盟的家庭以外 去连结社会局的一些孩子 比如说他们如果 也真的有心要学习这些才艺 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讨论 拟定个人的计划 所以希望我们 在这个十几年来服务了300多位的小豆手 会继续再拓展下去 小豆手 启忙助学计划 帮孩子翻转未来 而福联盟指出 每一次学习都是弱势孩子 改变未来的机会 小豆手助学计划 资助对象从小学到高中生 助学计划分为音乐 艺术与体育三大类型 分析学习成效 发现孩子们透过接触才艺课程 找到自己的兴趣与专长 甚至在师长或同侪的掌声中 找到自信与成就感 而福联盟邀请社会各界 一起来响应小豆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圆梦与翻转未来的机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阿也没确诊阿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肺癌残连12年的头号夺命肿瘤 有将近六成的癌有确诊时已经晚期 社团法人肺长寿协会完成国内首份的肺癌治疗满意度大调查 调查显示 健保给父是癌有治疗满意度的关键 台大云林分院胸腔医学中心 主治医师陈崇玉指出 像是肺瘤癌虽然三年前开始给付免疫治疗 但受限健保条件严苛 多数癌友可说是看得到却用不到 癌友也现身说法 希望健保能给癌友更多的支持 一个病人啊 整个全家都受到影响 经济上也受到影响 今天我后来 我经过我们的陈医师 帮我介绍 我做了联系统治疗 我今天才有办法站在这里 跟各位先生媒体 还有很多的病友来分享 我做了这个联系统治疗呢 我可以跟很多朋友聊天 因为我已经退休了 那退休了 我可以 我 讲述到我退休后在乌龙 还可以到乡下 去帮人家 工作啦 自己种种田啦 种种菜啦 还可以运动 那如果说做了 传统性的卦疗 我跟以后的联名 一定没有办法啦 一并没有办法啦 所以说我呼吁了 我们的政府啊 对这个 我们的 匯癌病患啊 都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 媒体治疗 可能会牵涉到 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呢 他没有办法承受的话 能说有钱啊 可以生啦 没有钱了 要死掉啦 很多朋友 左干右看 今天少一个 明天少一个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 去负担这个 好啊 等死啦 等死啦 政府要 关心这一点 台湾这么长的说明 几乎啊 这个政府要关心 要关心 他们不愿意得到这种兵喔 他得到这种兵 变成了他的经济负担 所以说 我呼吁了 我们的政府 民党 非常非常的关心 这个费用 不是每个家庭都不会承担 肺铃奶的发生 大部分是跟空气污染 或者是基因的突变有关系 那它跟肺线奶不一样 是肺线奶呢 它大部分发生在我们肺部的周围 那这样肺铃奶 大部分是发生在我们的气管的一个中间 那我们目前呢 这个国线署呢 给付的这个低进氧电脑断层 它针对我们肺部呢 做一个扫描 但是呢 对于中间的 包括这个气管 支气管的这个部分呢 那低进氧电脑断层呢 是没有办法赛检出 早期的肺线奶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在筛检工具上 肺线奶它就受到一些限制 那第二个是呢 肺线奶的它目前的治疗呢 还是以这个化疗为主 因为它的这个标靶 这个药物呢 相对比较少 那另外呢 受限于这个健保的给付 那我们在使用这个标靶药物之前呢 要做这些居动基因的检查 但是呢 在这些健保呢 并没有给付呢 我们的肺线奶的病人 来去做这样一个基因检测 所以这些病人呢 他能够接受 不要保抑药物的治疗的机会呢 就相对比较低 那再来是这个免疫治疗的部分 那免疫治疗呢 主要是健保呢 它限制在这个PD-1 要大于50的病人 可是呢 臨床上我们看到PD-1 大于50的病人 其实 但我们的病人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呢 有四分之三的病人呢 其实并没有办法来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免疫治疗 这是我想在目前 在零奶 肺线奶的这群病人 他所受到一些不管是筛检的劣势 甚至的治疗的选择呢 也相对都比较少 受限于健保的给付 很多呢 治疗 那必须要自费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免疫治疗 以及标板药物呢 它的价钱 都在十多万到二三十万 那很多病人 他在健保的这个标准的治疗完之后 他如果没有这些经济的来源 那我想很多的治疗 他就必须要去放弃 或者是呢 他必须呢 再去回到 传统的这些化学治疗 但是传统化学治疗 我们知道 它的副作用呢 相对这些标板药物 或者是免疫治疗 它的副作用会来得很多 所以很多病人 他可能到最后 就选择 我不治疗 做安宁 那我想对于很多 特别是 刚才我们今天 有年轻病友的一个代表 对于这个家中的一个 经济的来源 或者是甚至呢 他是一个家里 他有这个年幼的小孩 他们也希望这个能够 陪伴小孩成长 这个过程 我想我对他们来讲 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 目前还有治疗上 遇到一些困境 就是说 国际上一些新的治疗方式 比如说免疫加 合并化疗的这个治疗方式 还有一些新药 新的标靶药物 那么 那么在健保这边给付 可能都要好几年的时间 才会通过 那么我们其实肺癌晚期的病人 他是在跟死神拔河 那他不见得能够等到那几年的时间 可是如果这个 这些新的药物 新的治疗方式 能够提前让他们使用 可以延长他们的存活期 这个是大家所期盼的 有些家属 有些晚辈 他们比较孝顺 然后就拿房子去贷款给 给爸爸去治疗 那 结果呢 治疗到后来 爸爸走了 但是这个贷款还是 没绞心 继续 继续 还要再负担这个费用 所以我们 非常 希望 健保这边 能够多给我们 还有 支持 能够给我们 更多的 这个 新的 纳入更多的 新的治疗方式 跟药物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副理事长更指出 六十岁以下的晚期患者中 有五乘五的癌友 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他期望有关单位 能在健保给付 与职场工作方面 给癌友更多的支持 那我们很多的 年轻的癌症病友 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家庭的 主要的经济支柱嘛 那很多年轻的癌友 其实要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说 可能副作用太大 那导致他们无法去 兼顾他们的工作跟治疗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 癌症病友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在这边 其实想要呼吁政府 就是说 提供 疗效更好 副作用更小的 这些创新的药物 例如像是癌症免疫治疗 或者说合并的免疫治疗 可以让这群年轻的癌友 他们可以兼顾 他们的生活品质 然后有机会 可以一边治疗 然后一边兼顾 他们的经济收入 去最大程度的降低 他们生活 或者说家庭上面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很想 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生病不代表 失去工作的能力 他们的专业能力 其实都还是在的 那只是说 我们可能只是需要一些 比较弹性的工作方式 那刚好因应过去 就是COVID-19 导致说 其实很多的工作形态 都做出了很多 弹性的调整嘛 例如说很多人可以 Wall from home 然后可以通过 远端的方式来参与工作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癌友他们在 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因为这样子工作环境 工作方式的调整 让他们反而可以去兼顾 他们治疗跟工作之间的平衡 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们希望未来就是 在台湾的公司企业 他们遇到他们员工 离癌之后 或许也可以在这样子 工作形态上面 给予更弹性的支持 肺长寿协会指出 他们也透过脸书的肺长寿社团 尽力提供癌友相关的资讯 很多人他一确诊 一确诊癌症 第一个反应就是勤天批 然后不晓得人做什么 也不晓得该做什么 所以社团在这个部分呢 他能够给癌友一个安定的力量 因为我们这几年来社团累积了很多的这个 经验分享 还有一些医疗资讯的整理 他像一个百科前书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癌友带出来 让他们恢复以往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一些像我们有手机摄影的一些活动 还有登山健行步道的这些活动 所以我们希望在除了治疗以外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生病了 然后所有的生活里面只有治疗这件事情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活 然后可以去让他们生命的宽度可以更宽广 响应2022年世界肺癌日 非常寿协会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与沸沸扬扬 台大云林肺癌病友会等三大病友团体 共同呼吁政府能重视肺癌治疗需求 判放宽及加速健保给付免疫合并化疗 作为五种瘤基因突变的晚期肺癌患者第一线治疗 协助癌友能够透过创新治疗 来维系工作收入提高治疗的满意度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台湾头颈癌发生率远远高过于许多国家 更是我国中壮年男性的健康杀手 台湾头颈部肿瘤医学会和头颈癌关怀协会 攜手举办摄影展 并且由头颈癌友现身说法 希望社会重视 头颈癌病友谢先生 2012年确诊口腔癌第二期 开始接受手术化疗等数十次的反复治疗 留下颜面与进食的后遗症 导致他无法再重视原本热爱的游览车司机工作 更让他失去亲友与另一半 抗癌之路越走越孤独 但他仍坚持着生活 并且鼓励病友不要放弃积极治疗 谢谢杨振杰医师 10年后复发 本来复发都准备助安定病房的 因为遇到我们杨慕华医师 有了再次的生机 谢谢杨振杰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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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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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ar 离开 甚至 画的声 还会助滑 而且 助滑 不得他们寸大 他们都会助滑 扑 明远这个柘 还好 也会助滑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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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解讀療法 把癌子發抗 發抗 如果我都解讀療法 和發抗 我都解讀療法 就要發抗 謝謝你們 謝謝兩位醫生 從發現癌症到治療過程 歷經了許多次 大家有看到六次的開刀 三十次的化療 然後許多次的放療 然後沒有想到在兩年前復發 那復發之後 其實接受了免疫治療 頭頸癌是台灣中壯年男性的 健康殺手 發生率死亡率排名都位居 男性癌症前幾名 且致死率高 卻不像其他癌症一樣受到重視 與關注 在世界抗頭頸癌日這天 台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 與頭頸癌關華協會 期盼用兵友的故事加上攝影展 喚起各界對這項疾病的重視 在男性是第三 第三長見 每年大概有一萬多例的 頭頸癌的病患 我想頭頸癌其實是一個比較 通稱的名詞 其實它包括在我們 口腔咽喉 整個上蕭霸不吸道的肿瘤 所以這個腫瘤因為它長的位置 比較特別 都是在我們重要的功能 包括顏面的外觀 包括吞咽發生 所以當一個病友 它產生了癌症之後 它在治療的過程中 包括它整個腫瘤 以及相關的治療 都會讓我們這個 顏面的損傷 咽喉機能的喪失 所以這一類的病患 在治療完之後 常常都沒有辦法自己走出來 常常我們聽到很多患者 治療之後在家裡置閉了 大概一年多 所以我想在整個 我們希望利用這個 癌友攝影展的記者會 然後讓社會大眾了解 我們這些病友很坎坷的心理故事 讓所有的民眾能夠協助 他們走出來 在社會上看到這一類的癌友 讓我們給他多一些的鼓勵 能夠讓他們重新回到社會 另外我們也呼籲 其實這個頭頸癌的治病因子很明確 等一下我想 林組長會跟我們說明 菸酒冰藍 是造成頭頸癌最重要的癌症因素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民眾知道這個治癌因子 我們盡量要介乎這些小的習慣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一個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癌症 如果你早期的發現 早期的治療 通常都不會造成機能的喪失 就是顏面的這個練習 另外我們也很感謝 我們國健所長官 最近有一些新的治療方式 包括標靶治療 包括便宜治療 都給我們在一些癌友 能夠有更多選擇的機會 我們這個協會當初成立的想法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頭頸癌治療過程中 本身治療的過程已經是非常的辛苦 經過這麼辛苦的治療以後 當他想要回到他的原來的工作崗位 或者甚至像謝長榮先生 他剛才提到的家庭也會面臨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本來是一個家庭的中間 是一個經濟的支柱 但是經過這樣的治療以後 顏面外觀非常重大的改變 回工作的崗位已經不再可能 那這時候他顧自己都顧不到了 那這個家庭要跟著他一起嗎 所以這件事情 是在這些頭頸癌患者身上 一直不斷出現的一些問題 每個頭頸癌患者 有像謝長榮先生這樣的例子 其實是非常多 每一個都是一個心酸的故事 那在這個背後 我們這個協會就希望提供一些資源 這些資源包括 當然經濟上不是很容易 因為這個協會是一個公益的團體 需要靠社會大眾的支持 如果在經濟上不可能 我們想一想就說 那可不可以在飲食上 提供他一些 就是跟這個病友團體的互相交流 然後提供他們心理的支持 那我們能夠 非常的希望能夠做到這一方面 但是相對的呢 我們會想到 就是如果像 剛才謝先生所提到的 在這個治療的選擇上 能有更多的一些 在比較早期的時候的介入 那我想這個當然是 要政府 會部部長官 國健署長官 然後這個 一起來幫這些癌友來發聲 那因為他們是比較弱勢的團體 一般他們也真的不願意 站到美光燈下面 在鏡頭下面 讓你看到他 來為他們自己來痊癒 所以你很少看到這些 躲起來的患者站在 那不要說去示威遊行啊 連站在這種記者會上面的機會都非常的少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 藉著這個7月27號 那這個感謝處理事長 然後有這個機會 把大家帶來這裡 然後把這個 他這個是一個攝影展 那我們攝影有鏡頭 把這個鏡頭 帶到這些國健癌患者身上 看看他們 然後為他們發出一些聲音 那也不會就是希望 會這些比較不願意為自己講話的人 那他們其實是社會的 非常重要的螺絲 在每一個環節上面 那所以 為他們發一點聲音 讓我們能夠注意到這群頭頸癌的患者 那也為他們的未來 會鼓勵他們 那他們每個人都在他們自己人生的 跑道上面 正在跟這個抗癌的路在活動 那我們也發現說 在頭頸癌的這個患者當中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發生的年齡層 是相較是比較在七壯母的 他的年齡發生大概是在 差不多五十八到六十之間 那所以這個年齡層的一個發生 也對於在家庭的一個衝擊 個人的衝擊 其實都非常大 因為這也是在家庭裡面 覺得這個重要的一個資助 那所以像國庭健康署這邊 我們也一起在呼籲就是說 第一個是從他的這個前端的預防開始 那預防最好的方法就是 從我們的拒絕煙冰酒開始 那國民健康署這邊也提供了相關的這個 戒煙跟戒病的一個服務 因為根據我們調查裡面 在口牆埋的病患來說 大概十個就有大概八個 那是有吸煙那七個是有角檳榔 所以第一步是遠離這個危險因子 那第二個部分是從篩檢開始 那我們提供的是在政府部門 就是有這個煙跟冰習慣的這個民眾 30歲以上 那每兩個一次的口牆埋的篩檢服務 那近期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們在四癌的篩檢裡面 大概降低了這個兩成多 相較108年的時候 那口腔癌的一個篩檢更是在這個 衝擊裡面更大 大概高達到三成 那所以我們就會鼓勵 我們的符合資格的這個民眾 那能夠接受我們的口腔癌聯盟篩檢 那定期篩檢的話 事實上從本土的研究也會降低 兩成六的這個死亡的一個風險 那剛剛就是理上也特別提到 那我想要理上大家應該可以提醒 就是說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化相較來講 它的效果真的也會比較好 所以如果說發現有這個 口腔癌肉篩檢發現異常 那能夠進一步的做確診 那早期確診的話 其實治療效果相較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想今天的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希望看到曙光 如果發現有異常不論是做篩檢 還是說在我們的生活裡面發現 口腔或者是這個我們頭頸部 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有盡快能夠接受到這個醫療院所接受 進一步的一些診治 然後能夠早期發現 我想其實這個每一個這個生命 都是非常重要 都期盼就是說 在這個個人的一個健康 跟家庭的健康 都能夠大家一起 能夠有一個幸福的一個未來 頭頸阿佑新生生影展 在實地展演空間展出 從圖文與影片到出 並有抗癌的沉重與艱辛歷程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度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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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琪谈关心您